聊天了 哎呀好温暖 好温暖 哇还可以 有什么 花生米 这是一个我们全新的环节 然后呢叫做 学长们的心理化 然后呢我们 不时的会通过节目 然后接受到很多我们观众们 想问我们的问题 我们自己其实 生活当中也很少有机会 能在工作之余这样做起来聊一聊天 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看看 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我们陪大家聊聊天 嗯好 喝的哪一个 我喝的 我喝这个 都尝尝嘛都很好 那我读吧好 我半年前入职了新公司 但不喜欢目前的工作内容 也不享受现在的工作状态 很想辞职 毕业不到两年我已经换了三个工作 父母和身边人都说我太随着自己的性责了 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工作 但我想知道自己真正喜欢的工作到底是什么 你们在决定自己的人生方向之前 选择工作的时候都是怎么考虑的呢 两年换了三个工作 父母会觉得自己 他稍微任性了点 就这个换的频率 我不知道在现在大家都说 整顿职场的情况下 算不算很频繁 因为我前段时间我们今天录了一次 其实就聊各种和这种工作的 就是你看他是换三个 我们当时聊了就是还有人裸词 现在裸词好像这个词也会特别流行 我理解的就是可能就是我也没有找好接下来的这个方向 然后可能特别是这个人生可能储备也没太考虑 然后就毅然决然的决定离开 你是怎么想的呢 其实我跟他跟很多年轻人的想法都一样 每个东西都挺感兴趣 但如果要说我这一辈子只干这一个活 我还有这一辈子肯定不行 这一辈子要差 就说吧就是什么十年八年 要是很很专业的去干一个活 我可能也也不确定自己能不能完全投入 就说会不会中途变更赛道 去看一看别的工作到底适不适合自己 但你现在肯定是很喜欢你现在做的工作 我现在目前来说我很满意现在的状态 就是会喜欢 对会享受工作 享受 但是其实也就我个人而言 就是我其实有的时候 就一人这个工作这个职业 其实你也不是百分之百所有时间你都是很喜欢 对 当然 有些事情你是需要吃苦 然后需要可能有疲惫的 或者有可能不是自己完全喜欢的东西 因为我在想一件事情就是我要不要用 喜欢这样的一个特别有情感色彩的词 来去形容 或者说来去看待我的工作 就是我们因为我觉得我们特别幸运的一件事情 就是好歹你说你也做的是你现在喜欢的 然后虽然和当时在大学学的那个专业没有太好关系 但是你肯定是喜欢这个工作本身 我也肯定是了 我就是这事特别幸运的事情 但是大多数的工作 你不能一上来就抱着喜不喜欢这件事情 说我特喜欢他 我干他 我不喜欢他 我就特别抵触他 是什么 这是我的想法 这个很多行业都不是他百分之百的工作 都是你百分之百喜欢的 你可能更多的是喜欢他能让你收获的那一部分 既然想要追求你喜欢的部分 那你这部分就一定要追求 其实是这样